希望做出剛剛的這個效果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我需要開啟開發人員 那一樣呢到Visual Basic 這個固定的流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撰寫所謂的那個格式化 所以底下 會需要有 四段程式 那假如說我們重新再撰寫好了 我把那個 格式化這個留下 格式化VBA 我這邊加一個名稱叫 SUB 所以你就打一個SUB然後格式化 然後直接按Enter就好了 他自動會加上這個東西啦 所以你就直接打這個SUB的名稱 叫做格式化VBA 那接下來的話我要做的動作就是你可以用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移動到 這個 右邊然後接著來看一下到底要做什麼 第一個的話就是範圍 理論上呢 外部一定會先把你的範圍 先寫上 所以範圍呢跟上面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這個上面的foria 等於 這個2到42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複製貼過來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第一個 我要針對的是什麼 針對的是第2列 到第42列這個範圍 那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找出 如果 如果 所以如果有一個如果的訊息 就如果一負 一欄裡面的這個 每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是每一個一個的資料把它帶到這邊來做判斷 那怎麼做判斷呢 當然就是Sales 哪一列呢 第1列的哪一欄呢 一欄 那這個是指的是把每一個 一欄的每一個 儲存格的資料都帶過來 然後呢 比對一下 它是不是小於 等於7 如果4的話呢 then 然後要做什麼 OK 所以喔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然後做什麼 Enter一下 那習慣上有if 就要打 andif 因為好像蠻多同學 常常都打了if之後忘了打andif 然後打了for之後忘了打 NAS 好像有同學常常忘了打這個andif 所以啊我習慣先打 否則的話漏掉 將來呢這個程式會出現錯誤 好像之前有同學問問題就是 他說老師為什麼他的程式裡面一直跳NAS 沒有NAS 有forge 但實際上呢他說有NAS 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沒有打啦 不過他好像 他的除錯 不見得一定會用那個 就是有時候會 會偵錯錯誤啦 好那如果是小於等於 7的話做什麼 那如果一直往下找 他就一個 26是不是小於 不是 一直往下找 找到這個了 找到第幾列呢 第13 也就是當I等於13的時候 那他等於7 所以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那我希望怎麼樣 把找到的這個7 同一列的 特別注意喔 同一列的A欄 同一列的A欄 那怎麼敘述 的底色 變成什麼 變成 黃色 同一列的 A欄的底色變成 這個黃色 那 首先的話呢 同一列 怎麼敘述 其實你這邊可以打一個Sales 一樣那個儲存格 那 同一列的A欄的話 就是I 一樣是同一列 同一列的A欄 所以喔 就是這樣 叫同一列的A欄 他的底色 那底色部分的話 就是點Intel 前面好像有交 我們有交過這個Intel 那如果說你假設不會拼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 先不要加刮弧 因為加刮弧 點下去 他不會 他不會提示 所以如果說假如說 像我剛剛這邊 已經有打了一個 打了一個這個刮弧的話 或者拿這個複製 你這邊打個點 他不會提示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先把這個刮弧拿掉 你再點下去 那底色的話呢 叫做Intel 所以打個I就可以了 他會按照 英文的順序 你可以看到I開頭 有個 Intel 這個 有沒有 I開頭的 Intel 這個 底色 點什麼 Intel Color 就是底色 那哪一個底色 你可能要跟他講說 前面刮弧記得要再加回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他將來會變什麼 他會變成全部的底色 Sales指的是 這個 這個工作表的全部 那這邊的話把它改成 找到的A欄 的底色 變成黃色 那黃色的話呢 怎麼 怎麼給黃色呢 還記得吧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以後顏色的話 記得 RGB RGB最好記得 刮弧 紅色要 那黃色的調色盤應該怎麼調 才會是黃色呢 我知道 現在不是英文課啦 主要是要調那個RGB的調色 那也就是把兩個顏色加在一起 紅色怎麼調 自然是加綠色 應該是 還記得吧 紅配綠吧 就是把紅色 加上綠色 沒有他三元色怎麼可以調 等於0 那 藍色沒有 這樣就OK 255 250 那如果你不知道黃色怎麼調 另外一個方法啦 常用裡面這邊有個油漆桶 油漆桶有個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你找到黃色的 然後設定一下就好了 這邊會告訴你 R G B的顏色 有沒有 OK 這個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別的顏色 比如說你想要 另外 淺黃色的話 淺黃色往上拉 有沒有如果要淺黃色 就是把 藍色再多加一點點 他就變淺黃色 有沒有 如果0的話變成全黃色 如果你要深黃色的話 你會發現嗎 把那個藍跟綠 稍微再調低一點點 有沒有OK 所以這個規則你大概記一下 以後可以自己調一個顏色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好那所以我們已經把那個 黃色部分給做完了 然後呢 程式基本上就寫完了 OK 意思是 範圍 一個一個幫我檢查 好那這邊我來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這邊設中斷點 因為 中斷點停在這裡好了 當他小於等於7找到的時候 就把程式先停住好了 我要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到 i等於多少的時候 i等於13的時候 有沒有 你會發現 i等於13 那表示說呢 他這個應該是第13列 等於2到13 對不對 小於等於4等於7 然後就把 他的這個底色 變成黃色 所以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這邊應該會變成 黃色的底色 把它執行給各位 按F8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他就變黃了 OK 那一樣執行一下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22 22你可以往下捲動 22是不是 22列 22列在這裡 22是2 所以他又找到了 小於7 所以呢 當他22列 A22這個儲存格 他把底色變成黃 按F8 有沒有發現又變了 其他如果 我讓他全部跑完的話 把那個中斷點拿掉 然後全部跑完 OK 那你會發現 這些全部都 都把顏色變更了 那如果呢 我要把什麼 這個格式清除掉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格式化後面加一個清除 把這個 這個程式複製貼過來 把這邊改成清除就好了 那清除的話 其實只要改動一個地方就好了 改哪裡呢 把 黃色的顏色改成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我們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怎麼敘述呢 沒有 其實他就是沒有嘛 一般習慣是前面會加一個 Excel Excel 就Excel的縮寫 後面加一個沒有 沒有英文叫什麼 叫None 對 沒有 Excel none 這樣都OK了 在Excel裡面 給一個沒有顏色的資料 他丟過來 Excel none OK 那記得這個 為什麼沒有轉大小 X N 應該是 NO 我看一下 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OK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有沒有顏色就去掉了 這個是加 這個的話就是 當他小於等於7的 就顏色去掉 或甚至的話 甚至這個 清除的話 甚至可以不用清除 甚至不用判斷 直接全部清除算了 因為其實 如果清除的話 如果也給條件 好像感覺不太OK 所以 這樣子也可以啦 就是不要做邏輯判斷 等於是這邊全部清除掉 那相對的那個 你們的 我看一下 城市上面其實上面也有 所以上個禮拜 這個是上禮拜的城市 這個禮拜的城市 就是這個 或者是可以把這個if拿掉 待會我們再來看前期名 前期名怎麼把它列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